政府在處理這個免針止的官司敗訴 還有去立法會 先訂立後審議 高度表現出一種政治行政效率 政治行政效率是否可以取代一切 是不可以的 過去我幫李鵬飛寫回憶錄的時候 我有機會看到一些機密的文件 我也做過六七暴動的詳細記錄 我看了當年解封了 在行政局裡面開會 如何封中華中學 中華中學是梁愛詩以前讀過的那間 因為在實驗室做炸彈 都不能是警察衝進去的 因為當時的港督用手寫出來 是根據什麼條例 要當時警察和教育司署那邊給了一個回應 即是說他們知道普通法精神之下 政府的權力其實是受到法律限制的 普通法精神是限制擁有公權力的人的權力 所以制定法律 不是限制公民的 作為港督是來自普通法地區 他是很清楚知道你要是依法行事 你不能夠 其實我也聽到北京經常都說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行事 現在偏偏盧寵某當日的決定 是說得誇張一點 是無法無天 這個就真是 第一他是過分看重自己的長官義詞 第二技術上他不熟書 正如我家權都前上星期說過 醫務衛生局有不少老牌公務員 何以不提點去呢 更重要決策我們引用什麼的權力呢 如果根據星島大旗盤的作者今天所說 就是免斟子的官司 林定閣都惹了一些微言 為什麼原來在政府的內部會議上 這個律政司之長覺得 沒有問題的 一定贏的 哇 我昨天看回 高官 這個真是高官 高浩文 高浩文 高藤法院法官 他那篇的判詞 我近年來 近月來 不要近年來 看到 看到一篇真正是有看到香港的法治精神 香港法官的質素 那叫做不偏不矣 依法裁決 其實高浩文寫這條判詞之前 其實他問過律政司一方 請他們在陳詞的時候 給一個理據 究竟醫務衛生局局長 當日是依據什麼 哪條條例 是行使他的權利 即是廢除 令到免針止失效 還有這個新聞稿裏面 所說 他行使這個權力的時候 也是根據什麼 結果律政司是答不出的 結果高浩文法官就說 是玩弄一個文字遊戲 律政司其實就是不同政客局的法律顧問 不同政客局去處理一些很重要又敏感 以及涉及有法律基礎的問題 都要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所以這次的免針止風波 勞局當然是無旁財 這個司長 林司長 我們亦都似乎沒有發揮你應有法律顧問的功能 是的 不如找江玉寬吧 江玉寬直接在Facebook上面 就問勞局 是憑什麼 然後江玉寬說得很狠 口口聲聲說法治是誰在壞法治的基礎 他當時提出一條問題 法治不遲某些人說了算 香港還未去到這個階段 江玉寬說我們做記者生涯 我們接觸很多東西 政府內部的會議 全部很清楚有不確的 是的 很清楚 你說過什麼 他真的記低的 全部記低的 不是說他們很用心 檔案法那些檔案處都要求準確的 但是很多時候那些人避 但是你的下屬不敢和你避 所有東西他幫你記低了 因為他都不想背負 這個過去香港文官制度的可貴 這就是政治中立 一切依法辦事的法 就是那個天平的支點 不是天平的支點 你移動了它 某方面比較重 某方面就輕了 所以有人說 你在搬龍門玩柔治遊戲了 現在做法也是依法 立民政行政會議是可以做的 突然間 我不讓你走那裏 法律是什麽根據 我沒有根據 那我立國法律不讓你走那裏 你信報就說得好 港府依法辦事 切極事後恐明 你做事前恐明行不行 他裏面有句話也很好 現在你這樣做算不算搬龍門遷就你的腳法 即是你沒有腳法 如果正常射不進 唯有你的腳準備踢到哪一邊 我移龍門去那裏讓你踢進去 其實搬龍門很煩很簡單 換了手門完 換了皇大仙有求必應 其實換了手門完 只不過手門完辦事不力 幸好有一件事叫看台功論 球證都是你 幸好在觀眾席上 我記得那是功夫足球還是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借完賽的觀眾席 你怎麽和我鬥 球證都是我 幸好觀眾的眼睛是雪梁的 郭伯呢 郭伯又說要上訴 這次再上訴就勝算甚低了 因為他真的立了法 郭伯的性格他就照做 發援都不給你了 但我覺得那些仗 其實不是說 我們覺得令政府尷尬我們很開心 不是這個就是我們回回看一件事 你任何重要的決策 你真是依法辦事 不要掌官二次 無論是勞局好林官好 你真是一個身理任的官員 很想有表現 很想建立自己的政治的威信威望 甚至可以更上層樓 但有些事欲速不達的 病人權益的林自由律師 今天說得很好 他提出就是 李家超特首在星期日 無線電視節目講精講錯 他還用生鬼的說 我們政府最近有一個 輸了官司 哪裏說香港沒有人權 各位話口未完 你在昨天的行政會議 就修改這個條例 搬走龍門 香港就是這樣 就是說 球證、球員等等 我們都不能去選 龍門又可以搬 你一定在觀眾席上 你仍然是容許觀眾 你做得不好我嚇你 做得不好拍手 你球證搬走了 我們會提出一件事 喂 我們看回replay鏡頭 還有有一件事 二萬多張針紙 你提出警察已經有部分醫生落案 是不是二萬多張針紙都有問題 你排面上是否有濫發 所以不是有問題 其實是不對的 就是想來一個殺一警霸 這個作用 本來在防疫前提下 有些事是很果斷 很有效去執行 但執行的過程當中 你是深思熟慮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 為那些可能涉嫌犯法 我們不是說涉嫌犯法的醫生去說行 這些是有失醫德 也造成了真的有些防疫的漏洞 但你都要經過一個 法庭專業的研判 才能作出這個結論 那裏你可以做快些 效率出來 無論如何是很難看的 但我覺得除了無法無天之外 另一個我覺得最基礎的問題是甚麼 逼人打針 因為實際上是有些人不想打針 不肯打針 那是否要全部人都必須這樣做呢 現在是其他打針的人 可能是陪葬 所謂陪葬不是說不讓你進入 而是製造了很多麻煩和滋擾 在生活上的滋擾 基礎問題是現在打第一針 第二針都百分之九十多 第三針百分之八十 在這個傳聞 還有這麼多人中了超之後 是不是要用這麼強的手段 去限制 逼到剩下不夠百分之十的人 要去打針 動用了這麼多事情 還搞到政府現在做一些無法無天的支持 這件事已經是發生了香港管治上很多的問題 無論勞局好 林冠好 當然他在專業上都有他的專長和履歷 但畢竟你稍為熟悉法律界 醫療界 其實那個分工很小的 盧曉茂是肝臟移植專家 他不是一個傳染病的專家 林冠國是一個很資深的大狀 但大狀其實不很多犯的 你不可以你樣樣皆精 但去到政府官員 你是十八般武藝 樣樣都要懂 法你要懂 人情你要懂 香港法治是一個基礎 香港賴以成功 法治是不可滑絕的 不要亂去解釋法治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